今天我们讲红旗H9旗舰交车竞争给奥运冠军 这是共和国长子对时代交子的崇高经验 10月22日今日很喜庆 一汽红旗在广州进行交车仪式 为广东籍奥运冠军赠车红旗H9 一汽集团董事长现身交车仪式 亲自为奥运件赠车 现场我们看到很多熟悉的奥运冠军 到达现场一汽红旗公布谢思义 全红禅 汤姆涵 樊振东 刘诗文 陈爱森 陈清晨 郑鹏飞 王谦义 杨淑宇 刘红 正式成为红旗车主 唯独没有看到全红禅的身影 让喜欢禅妹妹的粉丝们难免有些失望 这几天关于一汽要给红禅妹妹赠送红旗叫车的消息 各媒体已经都快要吵上天了 所以喜欢禅妹妹的人都非常期待 小编觉得今天没有在赠车仪式现场露面 禅妹妹肯定是经过慎重考虑的 不过已有红旗内部工作人员透露 全红禅妹妹虽然没有来到现场 红旗H9会送到妹妹家门口 无论情况属实 对此我们也是满心欢喜 全红禅一家人低调朴实 从不炫耀消费全红禅的荣誉 相信她的家人也会做出理性选择 大家很失望 没有看到全红禅妹妹出现 可以理解 但静下心来想一想 全红禅妹妹一直是个很低调的人 她能够沉下心来好好训练 不出席活动 是多么了不起的一件事 因为她有自己的目标 想继续征战巴黎 站在最高领奖台 为国争光 相信她所说的可以完全实现 omu 到外面 我们赶宝函